我这个婆婆太结外了 先把我这嫁妆银员分钱也很骨子 把我气脸是黑的 我卖了也不能让他赚这么便宜 一般这个嫁妆银员都是父母准备的 在家那边确实有党配价的习惯 你这四块还都是清一色的讲卵假衬 其中有一块你看那鼻面带车子多一点 另外三块这贫向壮胆还不错 反正现在行情一般般 如果能婆婆原意储欠 只要价钱不是太离谱 为了给他留个面子 蛮可以卖给他呀 得了吧 我这个婆婆心情重了很 就属于那种铁毛老公 你一毛不挖了货 别说这银员给他要钱了 还俯由着我所长走一大勺来 留在小骨子面前 有我娘家人的样子 就这四块银员嫁妆 说让我相争性的留一块就可以了 其余的是三块送个小骨子挡赔价 这还不上万 说小骨子结果是 我娘的大事 另外再给他搞一个一万块钱大红毛 还有我婆婆这一会儿的 还得我出 因为他手里没有现金 一问他才知道 他所有的机器都从中定起来了 这不是明白的求我了吗 有人形容这个世界上最不好出的关系 就是剖析关系 按理所我也没资格指指点点 从您的经历来看 能婆婆应该是一个很枪势的人 作为父母 无论做什么事 我都觉得应该是以玩水短拼 像您小骨子出嫁 像赔仲姻院 在您这里按市场价买可以 前提的来经过您的通银 这个比着您送啊 就有点道德方价了 另外把自己的积蓄 村称定期 您提前把历景给您婆婆除了 后续给您不会来 也不存在起伏之说 给您明确 我那婆婆吧 从解闻到前代 一共从屋里借住了 三万七千八百块钱了 无论多少钱 也要从屋里借住去了 压根就没有将翻的事 所以这十块银银银银银一百块钱一块 我也得把他们卖了 那您这样说 我都懂了 那您这个婆婆 确实挺给外的 完全没有把您当女儿来看待 难怪啊 您对她有意见 既然您行一句啊 来说您这个 里边带银子的这一个吧 这个银子啊 是国去银庄 为了监验因缘的枕夹 特意扎上去的 就这一面 你看十几个银子 这就说明 它不止一次的 禁除过银庄 这些银子啊 在国去 大家那在手里都比较放心 毕竟十几个银庄 都认定它是真笔 但是你放到现在啊 它就是又吓死了 又赏了 再讲上啊 你看你这个隆令 也磨损了比较严重 暂时是它那样 差不多 一抢屋左右吧 一抢屋就一抢屋 这一帮 留着银子留在手里啊 一帮帮送一下 我抢走了 我也香采了 留在手里 也是一个忙碍的这 其实不缺陷 可以溜一溜 只要这些银子 不拿出来 对吧 不给别人炫耀就行了 王保衔贵里边有说 谁指导你有这些董椰 不溜了 按钮的事比较多 那你另外这三块 贫乡相对来说 也就比较好了 最起码啊 你看这笔面是无赏无垂 两块 渊脂渊味的这个代保养文 另外一看 你看 带着这个稍微就是 扎手啊 就笔面稍微感净一些 单看状态的话 属于同货没拼 尤其是你这三块的弄令 你这三块弄令 说实话 溜通 空气不明显 但是这三块假裳啊 都是常见的办 所以三块也就给你 9千块钱的样子 9千就9千 嗯 我都没想到 能卖那么多 啊 10年前 爸妈过的时候啊 嗯 说10块银 就自己两三千块钱嘛 价格满意就行 10年前 这个银元的价格 相对还是低一些的 毕竟这些年价价了嘛 再说 您这四块 假裳弄啊 他的臂重比较常见 您要换做物虚 捞弄之类的 那都上6位数了 10年的时间 从几钱 反到1万多 也可谓反反了 只要你不笑话就行 嗯 卖陪总的银元啊 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谁让我碰到 这心急中的婆婆的 哎 卖就卖了吧 陪总的银元 本身也就相当于欠 卖了之后啊 也断了小骨子的想法 回去给她婆婆啊 还要扁一个 微弯的理由 以为啊 以为这个事 对吧 再误会你 是吧 放心吧 我都想好了 我都要去电动代聊了 那行 那我给你刷一张 好 我都要去电动代聊